三星蔥架上揚引发偷蔥贼的觊觎 三乡长李志勇认为三星蔥农 花费庞大的成本跟心血 才可以种出优质的三星蔥 所以希望警方可以落实护蔥专案 好好处理守护农民的权益 有很多不孝的小偷 就来对青蔥下手 因为我要佛佑 大家要有堵得心 农民一年新银口口全家的青蔥 你要把它搬去 他完全都不是收尾不去 完全要再栽種的栽桑都没掉下去 所以我们佛佑 大家要有发挥最高的道德功德心以外 我们也要要求三星蔥农家 来尽快成立专案 来做好复仓的行动 加强落实 因为这样才能够得到 我们藏的传统 对此三星警分局表示 护冲专案在8月20号启动 由辖区派出所协同社区的巡守队 锁定农会的集货场 葱田执行24小时的巡逻任务 至今有发生了四起的偷葱窃案 目前正积极侦办中 便呼吁还没有加入 护葱专案的葱农 尽速加入护葱群组 那三星分局 我们辖内最主要是 种植那个农作物为主 那我们这边有许多的 高精力作物 那例如上将里 还有我们那个 全台有名的三星葱 那近日呢 有一些那个案件发生 那我们已经立即 在8月20起动护葱专案 那规划 那个边一埋伏行物 以及制服警力 然后加强缩讯 那之前那个离职的部分 那我们有破获了两件的案件 那这部分已经 那个也在清查当中 那在此呼吁 那就是如果有农民 那个有相关的状况 那我们本分局已经成立了 LINE的相关群组 那如果有事情的话 其实可以尽速跟我们反映 那我们做全体的配合协助 它这个部分可以尽速 可以跟我们派遇所 做一个联系 对 找所长或是承办 值班也会做一个转接的动作 针对三星葱价上涨 三星地区农会表示 今年8月份 受到中南部青葱因为连续豪雨减产 而葱价飙涨 三星葱在8月20号涨到每公斤平均价格是200元左右 到今天每公斤平均价格涨到255元 最高价还曾经一度涨到325元 而现在价格居高不下 是因为市场工序的问题 又遇到开学影响所致 如果后续的天后稳定 不遇到台风好雨的话 预估冲价会慢慢稳定下来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真采访播等